这绝对是你四月必追的小男娘 刚出生时一抬手就把城堡给炸了 拥有与生俱来的超强魔法天赋 然而前世的洛伊德 却只是个天赋平庸的平民 拼尽全力也只能放出一个小火球 连贵族的衣角都没沾到就散了 最终只能被火焰吞噬 但他却被贵族的魔法深深蛰伏 只能想到一转眼 他也转身成了拥有得天独厚天赋的贵族 而且还是沙鲁姆王国的第七王子 这辈子的他终于可以专心钻研魔法了 转眼间几年过去 七王子也长成了漂亮小男娘 因为长得太好看 他每天都要和女仆们斗智斗勇 好不容易才从他们手中逃脱 来到了宫廷图书馆 结果刚抽出一本魔法书 准备如饥似渴地吸收魔法知识 就被教他剑术的女仆西路法给拿走了 洛伊德只能乖乖跟着西路法去庭院中练剑 他不明白西路法为什么对自己这么上心 因为七王子和兄长们的年龄差距过大 注定无缘王位 更何况他自己也不是很想当国王 而西路法教育他 王位并不能代表一切 身为王族的一员 就应该有一定程度的剑术素养 说着又发起了进攻 洛伊德只能重新提起剑 勉力敌倒 看到王子殿下小小年纪 就能和自己打得有来有回 西路法愈发兴奋 殊不知 真是因为洛伊德悄悄用魔法作弊了 他利用控制性魔法投影西路法的动作 这样就相当于西路法实在和镜像的自己战斗 当然出于身体素质和力量的差距 洛伊德已久会略输一筹 不过今天他打算再用一些别的作弊方式 给自己下个生命成长和身体强化的Buff 木剑硬生生长了一截 身体也漂浮了起来 这样和西路法打起来就更加游刃有余了 两人在庭院中进行了一番激烈的对决 洛伊德则是等到西路法习惯这种作战方式后 突然解除投影 做出了不同的行动 瞬间闪见到西路法身后 拔起进攻 万万没想到 西路法反手就用木剑挡了下来 还戳穿了洛伊德的作弊事实 但他并没有生气 反而更加恋爱洛伊德了 小小年纪 竟然能同时发动两种魔法 我的洛伊德殿下果然是天才呢 而可怜的洛伊德 只能被西路法玩弄于鼓掌之间 更不敢告诉他 其实自己还使用了控制性魔法和身体强化 也就是同时发动了四种魔法 而洛伊德一天中最痛苦的事情 就是泡澡 毕竟要被一群女仆大姐姐围着玩弄 这些女仆还在互相争夺 看到洛伊德拼命挣扎 就吓他 如果不听话的话 可是会被禁书魔人吃掉的哦 禁书魔人是宫廷里的一个传闻 据说很久以前 曾将这个王国逼到兵临毁灭 依靠众多魔法师的牺牲 才终于将他封印到了书里 名叫古丽莫娃 洛伊德瞬间对这个魔人产生了兴趣 听到西路法说 魔人被封印在城堡地下的禁书库里 就趁着大姐姐们争抢自己的时候 悄悄从浴池里溜达出去 隐身来到了那个地下的禁书库 虽然成功骗过了守卫 可禁书库的大门 却被由十名魔法师施展的最强结界守护者 然而这个结界 却被洛伊德一击击碎 进去之后 洛伊德就亢奋了起来 随手挑了几本魔法书 准备好好研究一下 结果其中一本书突然飞了起来 一直被禁锢的魔人冲出书本 想要忽悠洛伊德帮他解开封面 原来他就是传说中的古丽莫娃 一开始魔人想用金子诱惑洛伊德 却被洛伊德嘲讽 你的生成魔法的水准也太低了 就用石头摁升啊 纯度过低 内部结构也很松散 古丽莫娃被说得颜面无存 心想这小子到底什么来头 见金钱诱惑不行 又开始使用魔法诱惑 只要洛伊德愿意把它放出来 他就可以教他几百年前就失传的古代魔法 洛伊德果然不负众望的心动了 毫不犹豫就帮古丽莫娃解除了封印 然后开始施展美人计 求救你了 快教教我古代魔法吧 结果古丽莫娃对着他 翻手就是一剂黑闪炮 你小子过河拆桥是吧 可他万万没想到 洛伊德卷毫发无伤 整个人被一个球包裹 正在里面称赞他的古代魔法 他请求古丽莫娃让自己再见识一下 古丽莫娃勃然大怒 别把老子看扁了呀 然后就开始一发又一发的释放黑闪炮 却根本冲不破洛伊德的屏障 此时的洛伊德已经兴奋了起来 好想亲身体验一下这个魔法的效果呀 说着就用手勾了一丝魔力进来 任由自己的手指被灼烧 仔细观察其中的术式和构成 研究完毕后就将其吹散 魅惑的舔了一下自己受伤的手指 小眼神像钩子一样勾着古丽莫娃 看见再让我见识一下下一招呀 这个古丽莫娃还真是有求必应 直接变出两颗头 同时涌唱不同的咒语 于是一发合而为意的螺旋黑闪炮 直冲洛伊德而去 洛伊德对这种涌唱方式非常感兴趣 对古丽莫娃的攻击魔法也非常感兴趣 哪怕那个所谓的上位魔法 根本无法上他分毫 看到这一幕的古丽莫娃大受打击 想逃跑 却发现确立已经被结界包裹 而接下来 洛伊德又说想见识一下他的防御魔法 说完后 手指一点 终是一发超位魔法炎裂球 巨大的火球在结界内熊熊燃烧 把古丽莫娃烧得体无完肤 跪地求饶 结果下一秒 这小孩就把一片狼藉的禁书库恢复如初 卡莱真是个魔法天才 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 古丽莫娃当场就说 愿意做洛伊德的魔宠 还编成了这副可爱的模样 打算待在洛伊德身边 伺机支配他 结果一靠近小男娘 就感觉自己快要被漆黑浓密的魔力给吞噬了 这小男娘 简直就是魔力的怪物啊 而洛伊德的恐怖不仅在于魔力浓厚 更在于他那离谱的学习能力 这天 洛伊德的二哥阿尔贝特 喊他一起出去玩 这个阿尔贝特文武双全 是竞争下一任国王的有力人选 能够自由使用城里的各种设施 所以洛伊德很喜欢跟他一起玩 毕竟难得有机会使用射击魔法 等胸掌射完后 洛伊德也走上前去 并不打算引人注目的他 干脆让每个火球都转个弯 擦过标板 嗖嗖嗖数发火球下去 每一发都是刚好擦过靶子 一些愚蠢的贵族还在那里嘲讽 只有阿尔贝特笑而不语 知道这个弟弟又想研究魔法了 就贴心的带着所有人离开 让洛伊德自己留在这里玩 洛伊德也是迫不及待想要练习一下 古丽莫瓦上次使用过的二重涌唱 古丽莫瓦大为震惊 赶紧表示那不可能的 他能使出二重涌唱 是因为可以变出两张嘴 难不成洛伊德也有两张嘴吗 确定对方筛下了手套 居然直接将他吸收到自己的身体里 好渣户 你也是素挪是吧 这样的洛伊德就能在手上开嘴了 他让古丽莫瓦涌唱炎烈火球 自己涌唱另一个魔法 结果涌唱刚开始 古丽莫瓦就受不住了 这什么鬼玩意儿 原来洛伊德使用了皱纹术的技术 所谓皱纹术 就是简略皱纹涌唱的技术 将复数皱纹总共为一并进行涌唱 这样就能缩短发动皱纹的时间了 而洛伊德刚刚就是把一百个皱纹 塞在了同一节里涌唱 他自己说的不以为意 就听得古丽莫瓦兢兢战战 毕竟哪怕是他 顶多也只能缩到二到三节 洛伊德也是没有想到 古丽莫瓦居然这么菜 就干脆另外分了一个意识 在手掌心 这样他就能独自涌唱了 而且还是同时涌唱了两种上位魔法 洛伊德气场全开 一边是炎烈火球 一边是龙烈水球 两种上位魔法的术式 开始逐渐交织在一起 最终合为一体 悬空在正中央的洛伊德 往空中一指 磅礴着七彩魔力 直冲云霄 整座王城都在为之震动 与此同时二王子的拥顿正在不解的问他 为什么要去拉拢七王子 这个小废物呢 二王子嘲笑他们有眼无珠 刚刚他可是看得很清楚 洛伊德的火球以相同的方式 擦过了所有标靶 一看就是故意操控的 他这个弟弟是真正的魔法天才 如果能拉拢他 将来一定会成为自己的一大助力 说不定这一会儿 弟弟已经把所有的标靶都射穿了 于是贵族心说 怎么可能 就跑到窗边去看 发现外面的天突然就黑了 谁也没有想到 洛伊德第一次使用双重涌唱 就直接炸开了天空 夜空裸露出了一大片 还沉浸在魔法余韵中的洛伊德 毫无察觉 直到睁开眼睛 才意识到自己似乎闯了大祸 吓得赶紧喊着 变回来变回来 结果天空就真的变回来了 古力莫娃那是心有余悸 更加坚定了 以后绝不能惹这位小祖宗的想法 当然 他的最终目的 还是占据洛伊德的肉体 诺伊德对此毫无察觉 看到报纸上说 A级冒险团成功攻略了高难度地下城 还带回了各种带有魔力的道具 他也忍不住对传说中的地下城产生了兴趣 但是悄悄溜出城堡 肯定会被女夫姐姐们发现 尤其是西路法那家伙 诺伊德就掏出一枚巷石 吹了口气 小巷石就变成了一个 长得和他一模一样的小男娘 其实做到这种程度 已经能糊弄绝大部分人了 可这个绝大部分 却不包括西路法 毕竟那可是连洛伊德长高了0.7毫米 都能看出来的变态 于是这次他把古丽莫瓦的一部分意识留了下来 而且两人还能随时随地的联系 从某种程度上来说 古丽莫瓦这也算是如愿以偿 占就了洛伊德的身体 立马对着镜子 好好欣赏了一下自己的容颜 本来打算趁洛伊德不在 利用这个好机会干点坏事的 结果洛伊德突然在那边感慨 收你当我的魔宠 真是正确的选择 他的古丽莫瓦瞬间感动落泪 而洛伊德此时已经飞出了城堡 就是不知道地下城在哪里 突然看见一个玩字头美少女 正在和一群魔物战斗 美少女以一敌十 三两下 就让那群半兽人尽数解决 洛伊德却注意到对方与众不同的呼吸方式 他之前听说过 异国存在一种 透过呼吸 将名为气的能量 循环于体内 并借此发挥出惊人力量的术法 还没想好怎么跟那个少女打招呼 对方就已经发现了他的存在 可是这样贸然出去的话 肯定会被认出是亡国的七王子 慌乱之间 洛伊德给自己捏了个新形象 虽然是他自己和二哥的集合体 既有二王子的温柔帅气 又有他自己这个小男孩的魅惑 瞬间就把少女小棠 比得七魂八素 小棠下定决心 要让这个帅哥成为自己的男朋友 听说他想去探索地下城 立刻就把洛伊德带到了地下城入口 一路拳打魔物 脚踢兽人 想对心上人展示自己的力量 结果洛伊德忙着收集那些发光石头 压根没再看 两人就这么一路前进 晚上扎营休息的时候 洛伊德提起了小桃那特殊的修炼方式 还尝试像小桃那样进行特殊呼吸 但是一开始会特别痛苦 背部根本承受不住 即便如此 洛伊德还在坚持 趁着越来越兴奋了 因为他的的确确感觉到了存在于体内不同于魔力的另一种能量 这种能量可以活用 也可以和魔力彼此互通 看到洛伊德这么感兴趣 小桃就主动表示可以教教他 首先要做的就是在离开地下城前 都不可以中断那个呼吸方式 洛伊德既然是求之不得 跟着小桃一起过五关斩六将 等地下城的头目灰狼都轻松解决 对面放着的宝箱就是他们的终极目标了 洛伊德对这种东西非常感兴趣 此时的他已经适应了气质呼吸 小桃注意到后忍不住惊叹 总算给自己逮到一个优质男了 他已经连自己和洛伊德的孩子叫什么都已经想好了 洛伊德的注意力却全都放在了宝箱上 结果小桃刚一打开那个宝箱 里面就飞出一道风筝 连地面都被划出一道鸿沟 还好洛伊德眼疾手快 拉着小桃躲到了一边 紧接着宝箱完全大开 从里面居然飞出来个低配古王 难不成这玩意儿才是地下城的真正头目吗 只是因为随手开了个宝箱 这个小男娘却把低配版古王给放了出来 肯定是没看过隔壁葬送的福利莲和迷宫饭 宝箱那是能乱开的吗 见多识管的小桃知道 这是一种名为乌妖的魔物 所以他毫不犹豫用弃弓将洛伊德用力推了出去 然后自己单枪匹马和乌妖对战 而洛伊德此时却是进退了难 他轻轻松松就停战了半路 想问问古利莫瓦是咋回事儿 结果古利莫瓦就像被炸干一样 留下一句 洛伊德大人快回来呀 究竟是赶紧回去 还是先去看看小桃那边咋回事儿 小桃果然不是乌妖的对手 觉得洛伊德应该已经顺利逃出去了 正准备撤退的时候 却被对方给盯上了 乌妖认出小桃使用的是气术 他以前也吃过能使用这种技术的人 不过终究只是低接板的魔法罢了 乌妖还在那里喋喋不休的说着什么 小桃已经完全听不下去 居然敢侮辱气术 这下不得不让他见识一下了 说完后就一拳朝乌妖砸去 但对方已经撑起了屏障 小桃的拳脚功夫根本无法破他的防 但是随着愤怒的递增 宛如狂风咒语般的拳头 砸在了屏幕上的同一点 终于在那里砸出了裂痕 紧接着屏障随着崩裂 小桃将体内的气凝聚在掌心 全力射出一剂零距离气孔弹 直接将屏障贯穿 乌妖也消失不见 不过透支了太多力量 小桃的身体已经动弹不得 可万万没想到 刚刚的攻击对乌妖竟然一点用都没有 对方只用了一根手指就将其倒下 然后手指一点 一道攻击 重重砸向小桃所在的方位 然而却被突然出现的洛伊德撑起的屏障 直接震碎 乌妖看出来 洛伊德才是个人才 一上来就准备火力全开 没想到洛伊德突然闪现到他身后 给乌妖都整不会了 为什么这小子用魔法都不用有畅的 小桃就看得很清楚 洛伊德刚刚使用的呼吸术 是气之呼吸 他将气和魔力混合了起来 乌妖的攻击完全无法突破他的结界 身处结界中的洛伊德也愈发专注 将空气全部吸入肺中 再通过挤走周纹开始加速 结界也随着他的身体在空中不停翻转 后来洛伊德觉得姐姐爱事 干脆将其震碎 火手攻击立刻飞来将其包裹 但是洛伊德的速度比他们更快 原来他解除姐姐 只是为了吸入更多的气 洛伊德将气与魔力交织在一起 具象化成了能够用来攻击的圆环 那些圆环什么都能切碎 洛伊德却给他们不满 不停的磨练技术 打造出更加轻薄 更加锐利的攻击圆环 而且扔出圆环的速度越来越快 根本就不需要勇畅 巫妖被他死死压制 连反抗的机会都没有 终于最后一个完美的圆环出现了 一击就连同屏障一起 切开了巫妖的身体 洛伊德也随之从空中落下 在小桃眼里 简直就像一道光 可万万没想到 他们费了这么大力气 最后宝箱里只有一把过旧的短刀 不过上面附着了魔力 洛伊德对他很有兴趣 小桃自然不会有什么意见 随着宝物的消失 地下城也开始逐渐坍塌 宝箱也跟着陷了下去 洛伊德好像理解了地下城的机制 原来最有意思的是这个宝箱啊 说什么也得拔出来带走 可惜到最后也没能带走 而留在地底的宝箱 会在下面继续积累力量 再次慢慢成长为地下城 解决完地下城后 洛伊德就匆忙和小桃告别 回到了城堡 发现古力莫娃满头是包的躺在地上 一看就是被白毛女仆狠狠榨干了 原来古力莫娃被西路法拉出去练剑 可是古力莫娃是魔人 拿走什么剑法 却被西路法追着打了一顿 洛伊德也只能赶紧安慰他一下 小破剑将其浸泡在热水中 把表面的东西刮掉 上面果然涂抹了魔水液 这种液体是赋予魔法用的触媒 可以在武器上书写术室再以强化 这把短剑就被赋予了增加强度的术室 有了这个 洛伊德就可以研究赋予魔法了 但最后从短剑上取得的魔水液 也就这么点 这种液体又贵又难搞 赋予魔法也是极为困难 要是失败了的话 骨髓液和武器都会爆销 所以洛伊德打算解析魔水液 靠自己的力量量产 将提取出来的魔水液进行分离后 原来原材料具有油 银和赤膜粉 其中赤膜粉是最为稀少 乃是磨碎魔物核心后的产物 刚好洛伊德从地下城拔出来一个宝箱盖 宝箱也是地下城的核心 剩下的话就只差油银和大量武器了 洛伊德先去找自己的便宜爹 要了一大袋子银币 将银币融成银子后 又从西路法那里拿到了一罐油 关上门 将三种原材料混合到一起之后 魔水液就到手了 至于大量武器 洛伊德去找了自己二哥 告诉他自己打算尝试赋予魔法 想要点武器 二皇子立马就盯上了自己的部下们 大家纷纷把各自的武器贡献了出来 心里却不抱什么希望 毕竟洛伊德在他们眼中 就是个废物小男娘 更何况赋予魔法 可是会疯狂失败的超上级技术 也不知道 要是他们看到洛伊德这副模样 还会不会说出这种话 洛伊德一上来 就是高难度的三重强度增加 介绍密密麻麻全是术士 结果写到一半 箭就碎了 因为钢铁 无法承受洛伊德写入的术士 不知不觉过去了两天 洛伊德将成功的五十把 带给了二哥 八哥简直不敢置信 一百二十把里 居然用五十把都成功了 洛伊德还在那里给他道歉 觉得弄坏了七十把 很不好意思 其实原本成功了 大概有八十把 只是后来尝试加了更多术士 就弄坏了 他根本就不知道 哪怕是一流的赋予师 成功率也只有一成 而他的成功率直接达到了百分之五十 八皇子开始觉得 自己是不是太小瞧这个弟弟了 那些士兵却不相信洛伊德的实力 直到将剑插入剑翘时 剑翘居然被劈成了两半 这时 洛伊德又提出 想看看武器用在实战上的样子 二哥当然会满足弟弟的愿望 刚好 最近他有个狩猎魔物的尾波 就这样 二皇子带着洛伊德和白毛女仆 前往了魔物出现的森林中 洛伊德难得能光明正大地出来 表现得非常兴奋 而新路法出于对洛伊德的保护欲 延伸真的是黏在他身上 一刻也不分离 被二皇子调笑了几句 就立刻抽出剑 因为他察觉到有敌人来袭 周围不知道什么时候 竟然围上了一群狗头人 手中还拿着钢铁盾牌 这些狗头人 洛伊德自然早就感知到了 他现在依旧用着小桃椒的呼吸法 能够透过气的呼吸 感应周遭的气息 不过洛伊德并不打算亲自出手 那些士兵足以应付狗头人 尤其是被他赋予过魔法的剑 锋利到一刀就能斩断狗头人的身体 二皇子自豪地向众人炫耀 看到没 这就是我弟弟的实力 记录法也笑眯眯 称赞洛伊德殿下 真是太出色了 而他的脚下 堆着一群狗头人的尸体 记录法的武器 甚至没有被赋予任何魔法 却在这时 离之幸存的狗头人 扑到洛伊德这边偷袭 还没等洛伊德出手 小桃居然出现 一脚踹飞狗头人 原来是察觉到 这附近有人使用气质呼吸 他以为是自己上次遇到的帅哥 却只看到了洛伊德这个小男娘 仔细一看 小男娘和上次的帅哥 长得还挺像 正当小桃疑惑的时候 记录法出手 卡了偷袭他们的狗头人 若小桃一言不合 就吵了起来 修罗场氛围 隐隐生气 洛伊德在一旁不敢说话 只能是二皇子 出来打圆场 不要吵啦 你们不要再吵了啦 最后大家一起 抵达了湖泊附近的目的地 在那里扎好营地之后 已经是晚上了 二皇子感谢小桃的帮助 并且露出了标准的绅士笑容 那张帅脸 一下子就把小桃给迷住了 感觉二皇子跟上次的帅哥 长得也很像 那可不就是嘛 毕竟洛伊德上次变成的帅哥 就是用自己的脸 和二皇子的脸结合起来的 躲在帐篷后面偷听的洛伊德 不敢出现在小桃面前 结果刚进帐篷 就迎来了一剂洗面奶 压得他根本无法呼吸 记录法美其名曰 自己要贴身保护洛伊德殿下 所以今天晚上 也要跟他一起睡觉 说者就将洛伊德压在身下 进行了贴身保护 没想到这一幕 刚好被来找洛伊德的小桃撞见 两人差点当众打起来 旁边围之的士兵们激动不已 他们最喜欢看女人打架了 洛伊德则趁机偷偷远离战场 被二哥提醒 还是要注意一下女性关系 因为真的很恐怖啊 看来二皇子也是过来人 幻音刚落 那两个女人就要联手 把看热闹的士兵全部赶翻 西路法也穿上了衣服 小桃告诉他 自己收到了修复祠堂的委托 祠堂就在那边的山丘上 所以今天晚上就会离开 体贴女性的二皇子 怎么能放任女孩子 晚上一个人出去 就邀请小桃留下来 一起打造天亮 话还没说完 草丛里就跳出来一头熊狼 洛伊德乖乖坐在西路法身边 看别人战斗 一边观战 一边评价解说 还问古林莫娃敢想如何 古林莫娃却只盯着 不远处的那座祠堂 而对面的熊狼 已经被二皇子 一记火球魔法给轰爆了 这都多亏了洛伊德 在他剑上赋予的魔法 大家纷纷庆祝 称赞二皇子 只有古林莫娃 想起了那座祠堂的来历 那是一座 封印着魔人的祠堂啊 这时刚刚被打败的熊狼 居然又站了起来 周围还出现了更多魔兽 紧接着熊狼口吐人言 你们这些下等人类 竟然敢伤害我的眷属 说着就张开血盆大口 熊狼的嘴里 就是那座祠堂里 原本封印成的魔人了 这次二皇子和小桃联手 都无法抵抗对方 因为不管砍出多么深的伤 熊狼都会立即复原 其他魔兽的力量 也不容小觑 同为魔人 古林莫娃知道 那家伙是利用魔力的性质变化 操作魔兽 魔兽们借由魔力私限 获得魔人给予的魔力供给 所以连再生能力都提升了 想要击败那些魔兽 必须擒贼先擒王 先击败魔人怕足足 洛伊德却只概得到了一个关键词 这个性质变化 他也能实用吗 教教我 我那该 架不住小男娘的啃求 古林莫娃还是教了 结果帕足足在那 一边吊打二皇子和小桃 一边还有羞辱 根本不打算参战的洛伊德 洛伊德听到这话 倒是没什么感觉 西路法可就不乐意了 我的主人 也是你能骂的 直接黑话杂与了战场 一边激情辱骂这个老不死的 一边握着剑 挽了一个又帅又有力量的剑花 听到帕足足还在那叫唤 西路法下意识捂住了鼻子 你别说话 你有口臭 气得帕足足操纵着熊狼 就冲了上来 结果扑上来的 直接就是失去了 四个爪子的躯盖 在他跳起的那一瞬间 西路法就已经一刀斩断了 他的爪子 因为要集中魔力 修复熊狼的身体 其他魔术的修复速度 就变慢了 那边正在如火如荼的战斗着 洛伊德这边 居然还在上小葵花妈妈课堂 洛伊德不愧是魔法天才 古丽莫娃只教了一遍 就掌握了性质改变的方式 用魔力变出了一朵花 甚至还附加了花的香气 西路法这一会儿也是吊打魔人 他借用了士兵手中 被洛伊德赋予过魔法的剑 发现这个女仆 对那个小男娘 似乎有着特殊的执着 他左左边开始通过羞辱洛伊德 来挑衅西路法 围着西路法不停地反复横跳 然后猝不及防伐起攻击 一口咬了上去 将白毛女仆吞入口中 结果还没来得及得意 西路法的剑 最空穿了熊狼的上额 然后直接顺着 划开熊狼的身体 紧接着又是一套 兰格里斯流双剑术 月下美人狂砍 寿猴老头 三两下就将帕祖祖的本体逼出 连洛伊德都忍不住看呆了 不知不觉就用魔力 塑造出了西路法的形状 而西路法 用洛伊德赋予过魔法的那把剑 直指魔人帕祖祖 你就好好品尝 无主之剑吧 这个白毛女仆怎么也没有想到 自己刚刚还站得上风 把魔人吊打了一顿 结果一扭头 局势就被逆转了 只一魔人突然放了个屁 战场瞬间被胀气包裹 就连强悍的西路法也倒了下去 所有吸收了胀气的人 都会浑身使不上劲 不过 帕祖祖现在对其他人没兴趣 只想手刃西路法 这个女剑客复仇 你复仇就复仇 怎么还把人家衣服给扒了 而在这些人中 居然还有一个不受胀气影响的 那就是使用了特殊呼吸法的小桃 他及时替西路法挡下了一击攻击 一边调整呼吸 避免吸入胀气 一边和魔人激动 然而 魔人直接用尾巴勾住了他的腿 倒立悬空 呼吸法再也维持不住 小桃也不可避免的吸入了胀气 不过在魔人顶着那张丑脸 狂甩大舌头靠近他的时候 小桃还是瞬间挣脱了束缚 直接给帕祖祖来了招 震雷魄 大招让他的呼吸法又乱掉了 还没来得及调整好 却被突然出现的魔兽一口吞入 小桃强行掰着魔兽的嘴 不让自己掉进去 可对面的帕祖祖已经开始加大力度 同时给小桃洗脑 我才是帅哥 你应该为我奉献一生 而小桃虽然浑身狼狈 却始终相信自己心心念念的帅哥就在附近 帕祖祖嘲笑他真没品 居然无法理解他们魔人身上的魔性魅力 不过没关系 反正还有个吸路法可以供他支配 吸路法现在的状况也是糟糕无比 帕祖祖直接把他抱在怀里 一边打折的狂甩 一边用手揉领人家的身体 他要让吸路法成为自己的扑从 一直在旁边吃瓜的洛伊德恍然大悟 原来你就是靠这个方法让熊狼们服从的呀 帕祖祖洋洋得意的说起了自己干的坏事 先把那些魔物的父母给杀了 再把幼崽放进瘴气中 让他们以为自己才是他们的父母 果然刚说完才反应过来 不对 你小子为什么没有受我的瘴气影响 可是洛伊德自己也不知道呢 帕祖祖又将目光转移到古丽莫瓦身上 仔细一看 这家伙不是跟自己同类吗 怎么变成了这副毛茸茸的可爱样子 还被人类使怪 帕祖祖越骂越起劲 古丽莫不想跟他一般见识 作为同类 好心的提醒一句 准备好哭爹喊娘吧 帕祖祖不信邪的将魔兽全都放了出来 殊不知洛伊德这会儿 这魔拳擦掌 准备好好试一下 刚刚学会的操控魔力技巧 直接用魔力将这片战场 编成了温暖迷人的花田 凶狠的魔兽们 瞬间被夹上了大眼特效 大家纷纷围绕在洛伊德身边 洛伊德让刚刚吞下了小桃的那头魔兽 把人吐出来 而在控制拳解除的那一瞬 魔兽们也恢复了记忆 不用洛伊德下命令 就齐齐地冲向帕祖祖为父母报仇 争斗期间 西路法也掉了下去 洛伊德就在一旁看热闹 可惜 魔兽始终不是魔人的对手 而且帕祖祖下手极为狠辣 打完魔兽 又开始向洛伊德放狠坏 声称魔法是杀不死魔人的 这话一下子提起了洛伊德的兴趣 到底是死不了还是很难死呢 他已经迫不及待想要尝试了 洛伊德直接释放出磅礴的魔力 这股魔力带来的威压 让魔人也忍不住心惊胆战 再一看 洛伊德居然不用涌唱 就能释放结界 怕祖祖被吓得到处乱窜 他知道 洛伊德是想把自己关进结界里 就马不停蹄地逃跑躲开 洛伊德让古丽莫娃进入了自己的身体 这样他就能双重涌唱了 铺天盖地的结界球瞬间压了下来 任帕祖祖跑得再快 最终也是被围了个严严实实 这可是超位空间性魔法 次元大概 帕祖祖拼命挣扎 也撞不开结界 但这还只是一个开始而已 洛伊德又开始了高速速式展开 帕祖祖感受到了死亡威胁 拼命想用金钱地位来诱惑洛伊德 只求他能放着自己 可惜洛伊德无动于衷 毕竟他只对魔法感兴趣 嘴里则是在不停喊着那些 超位魔法的名字 将四系最高阶魔法 依序循环100次 再透过高速速式 以原本的三倍速度进行 帕祖祖在结界里 受到了惨无人道的虐待 一分钟240次的超位魔法攻击 这谁顶得住啊 洛伊德还精飘飘地来了一句 先给你来个30分钟 不够在家中 结果才过去5分钟 里面就没事了 等洛伊德解除结界后 里面的帕祖祖已经仿佛被掏空 他不明白自己筹谋了这么多年 就为了统治世界 怎么就被背叛 然后失败了呢 洛伊德睁着无辜的大眼睛看着他 我也不知道呢 这时二皇子他们因为胀气消散 而想起苏醒 洛伊德不想暴露实力 赶紧撤退远离战场 回到二哥身边 而古丽莫瓦留下来 解答了帕祖祖的疑问 因为你把自己搞得太苦大仇深了 你看人家洛伊德多么快乐 只是随心所欲 在做自己喜欢的事情 大家才会聚集在他身边 帕祖祖恍然大悟 却也为时已晚 并将自己的野心交付给了古丽莫瓦 古丽莫瓦一口吞下 感觉魔力恢复了一点 当然 依旧不是洛伊德的对手 事后 众人回到王宫 为国王论功行赏 洛伊德早已经把功劳 推给了冒险者洛贝特身上 小桃一听说 洛贝特刚走不久 立刻就追了上去 除了他们两位之外 洛伊德觉得 这次逃达任务中 功劳最大的 就是洛伊德了 所以他希望父王 能给予洛伊德 王位继承权 说完后 深名大义 那国王更欣赏 这个儿子的同时 也听了他的话 真的赋予了洛伊德 王位继承权 可万万没想到 洛伊德毫不犹豫 就给拒绝了 统治国家这么辛苦的事情 还是交给二哥去做 他只要每天研究研究魔法 就很快乐了 而且现在还多了一个 驯养魔兽的任务 这头白色的熊狼 是任务结束后 跟着他们一起回来的 洛伊德干脆 把他养在了身边 还取了个名字 在大白 古丽莫瓦顿时觉得 你还记得 你其实是一个 骨炫狂霸拽的魔人吗 不过洛伊德很苦恼 该怎么将自己的想法 正确的传达给大白呢 记录法就建议他 可以去请教一下魔兽使者 两人同时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就是洛伊德的六皇姐 他们就带着大白 去了六皇姐住的宫殿 准确来说是一座塔 里面有相当多的魔兽 和平的生活着 洛伊德正在跟古丽莫娃 介绍自己的黄姐 一个美少女 就从楼上飞速下来 直接扑到洛伊德身上 对着他就是一个激情舌吻 洛伊德当场晕了过去 西洛法立刻抓住机会 准备给主人来一个人工呼吸 而六皇姐已经知道了洛伊德的来意 大概就是为了这头熊狼吧 说完后就开始抱着大白狂软 其实六皇姐对魔力一无所知 他对动物的亲近是天生的能力 西洛法觉得找六公主应该没什么用 刚想叫上洛伊德离开 一头漂亮的大白马 就悄无声息的出现在他们身后 嘴上还叼着西洛法的发孤 而洛伊德和西洛法这两个高手 居然都没能察觉到 洛伊德顿时来了兴趣 他压根不知道六皇姐是怎么下达指示的 而且这么复杂的指示 居然都完全不靠动作 洛伊德实在太好奇六姐是怎么办到的 赶紧请教 如何才能和大白心理相通 看在洛伊德是他亲弟弟的份上 六皇姐也毫不吝啬的说出了秘诀 那就是爱呀 只要有爱 无论面对什么魔兽 都能彼此互相理解 刚说完 一群魔兽就从六公主围了上来 六公主还给他们做了个示范 就是那种轻飘飘又啪的感觉 下一秒 一群小魔兽就冲散了两个女婆 直接把他们的内衣和胖子给拽掉了 好家伙 这公主养的魔兽 怎么全是老色批 西洛法正想跟洛伊德控诉六公主都不靠谱 这件自家七王子已经陷入了深思 身上还围着一群小动物 西洛法惊喜无比 洛伊德殿下他竟然对爱产生了兴趣 忍不住就开始脑补一些 这样那样的画面 洛伊德对此一无所知 他已经想明白姐姐为什么能给动物 下达那么复杂的指示了 因为六皇姐不是在下命令 而是共有 在动物们同时展开行动的瞬间 洛伊德注意到六皇姐从头部 直接向他们发送了魔力 这股魔力将六皇姐与动物联系在一起 从而可以直接传达内心 明白了原理之后 洛伊德也开始尝试着和大白同步 一下子就成功了 洛伊德站在原地没有动 大白就开始跟随他的意念行动 当然 虽然原理是共有 六皇姐所说的爱也是不可缺少的 不然动物们也不会愿意行动 爱还真是深奥呢 洛伊德下意识感慨了一句 瞬间俘获了在场的三个美少女 大家一起和动物们开了一场快乐的party 回去的路上又遇到了二皇子这个地空 一上来就想独占洛伊德 激怒法怎么可能同意 两人为了争夺洛伊德差点大打出手 这时走过来一位壮实的少年 这位是洛伊德的四哥 两个哥哥邀请 洛伊德当然得跟他们走 三人来到了一处打铁房 原来四皇子听说洛伊德能够为剑赋予魔法 想亲眼见识一下他的实力 而这位四皇子是个锻造师 十岁就却擅长锻造技术的邻国留学 对赋予技术也很感兴趣 四哥都主动请求了 洛伊德拿起笔 就开始在魔剑上书写数诗 亲眼看见洛伊德是怎么做的 两个哥哥都大为震惊 他居然能直接无视工序 做到既迅速无比 又极为精密的赋予 四哥顿时激动了起来 如果有了洛伊德的帮忙 他一定可以打造出 自己梦想中的最强魔剑 并不是直接在成品魔剑上赋予 而是在炼钢阶段 就开始柔和术士 这样就能够编入非常高阶的术士了 王子的梦想就是 让这个国家无法使用魔法的人 也能使用赋予了魔法的魔剑 洛伊德听他这么一说 也来了兴致 等二皇子一走 就迫不及待行动了起来 洛伊德问四哥想要编入什么魔法 次王子回答 想要一把挥下去就能喷火的剑 洛伊德就决定编入炎烈火球 可这个魔法的术士有14节 洛伊德说可以直接压缩成两节 但是那样做太沉重了 才刚放上去 炼出来的铁砖就硬生碎裂 之后俩人又尝试了无数次 还把新路法和大白给叫了进来 却没有一次成功的 洛伊德难免有些自责 浪费了那么多珍贵的魔髓液 还是古丽莫瓦及时发现了问题 这些魔髓液不对劲 李温斯皇子才知道 这是他在街上买的打折品 洛伊德分析了一下成分 里面几乎就没有赤魔粉 可是洛伊德手里的赤魔粉也用光了 正当他想什么时候 在偷溜去地下城狩猎魔物的时候 西路法居然主动提了出来 原来在上次的魔人讨伐事件结束后 西路法就曾向国王建议过 为了让洛伊德增加见闻 可以让他时不时出去体验一下 广阔的世界了 所以洛伊德现在 可以光明正大的出宫做冒险者 当然需要西路法跟着一起 第一步就是去冒险者公会注册身份 填完信息后 还要用这个水晶球测定一下能力 洛伊德知道 以自己磅礴的魔力 手一放上去 水晶球就会当场爆炸 哪怕线下表露出来的 已经是他压缩了大部分之后的魔力了 洛伊德努力将这剩下的一部分魔力 继续收回到体内 然后才将手放了上去 最后得出的面板值 居然几乎全是F 被旁边的冒险者疯狂嘲笑 不过在一堆F中 还有个魔力值是A 这让前台小姐姐大吃一惊 称赞洛伊德是足以和传说中的银色剑机匹敌的冒险者人才 冒险者们也跟着震惊了 那可是银色剑机啊 一鬼神般的强大力量攻略无数地下城 在升级为A级冒险者后 却突然消失 区区小屁孩 怎么可能跟他比 西洛法觉得这些人的话无动于衷 直接说要接地下城的委托 但是地下城委托需要有B级以上的冒险者通行 由冒险者便上来搭讪 让西洛法陪他们好好快活一下 别管这个小鬼了 殊不知西洛法就是传说中的银色剑机啊 只是他的冒险者身份已经被注销了 重新注册需要降两级 从C级开始 还是无法满足攻略地下城的条件 没想到这时候小桃出现了 三人就组队 写下了一个委托 轻轻松松来到了地下城的终点 另一边二皇子就找了四皇子 得知洛伊德还要几天才能回来 忍不住面露优色 因为战争要开始了 本以为来不及将魔剑运送上战场 结果洛伊德他们现在就回来了 手上还举了个大宝箱 而这一次他们的魔剑终于制作成功了 这几天 洛伊德也感受到了皇宫里那不同寻常的氛围 看起来是要有什么事要发生了 果不其然 当天晚上 庭院中就出现了一个完全掩去了气息的神秘人 小男娘终于被掘了 洛伊德突然失踪了 和二皇子只收到了弟弟失踪前穿的衣服 衣服上面黏糊糊的 很难不让人往某个方面想啊 一切还要从那天晚上说起 一个神秘人悄悄潜入了王宫的庭院 但立刻就被洛伊德给发现了 虽然马上用结界封出了对方 但那个女孩身上突然撒发出甜甜的花香 不好 是毒 而且洛伊德使出治愈性魔法进化 也没有任何作用 不过他并没有慌张 反而非常兴奋 不能进化 这意味着这是未知的毒素 是魔力造成的毒素性质变化 恰好有极少数人 天生就拥有特异的魔力性质 这些人被称为受阻者 很明显 面前的少女就是一位毒的受阻者 他一脚就踹破了洛伊德的结界 然后说了声再见 就扬长而去 而洛伊德只是稍微接受了一点毒素 这会儿正在透过治愈系魔法的恢复呼吸 进行微量恢复 一边说 一边换好了衣服 准备跟上那个少女 因为他推测 少女是西路法所说的暗杀者工会的成员 这个工会一共有六名成员 每个人都能使用特殊能力 全都是悬赏对象 洛伊德对他们的体制非常感兴趣 立刻就追了上去 等西路法和大白过来 人已经不见了 那个名叫小莲的少女回去之后 跟队友们汇报了自己调查到的情报 说那家伙正在量产魔剑 很有可能要爆发战争了 可这里只有五个人 他们的首领并不在 小莲觉得首领一定会回来的 光头老却让他不让学那家伙 双方正要起争执 粉发大姐姐突然看向房梁 出来吧小子 洛伊德只能恢复身形跳了下来 这小男娘走路都是一扭一扭的 可惜暗杀者工会的人都不耗这口 主知这位就是量产魔剑的七皇子 立刻决定不能让他活着回去 没想到洛伊德反而解除了防疫姐姐 准备赤手空拳 跟这些家伙斗一斗 率先出手的是绿毛哥 这老哥是软体的受阻者 天生就身体柔软 能扭曲全身上下 洛伊德刚对绿毛哥产生了点兴趣 鸟面男就突然出现在他身后 说了句下沉版 洛伊德顿时感觉身体有千斤重 很明显 这是一位能为言语附加魔力的诅咒的受阻者 而紧接着出手的光头老 能将缠绕于身体的魔力 变化为粘液 指丝的受阻者 此时的洛伊德就被粘液包裹 连裤子都被扒下了一截 洛伊德干脆不要裤子了 直接挣脱粘液丝 飞了出去 现在他对这些人是越来越感兴趣了 粉发大姐姐虽然也要展现一下 但他却没有直接攻击洛伊德 而是将长剑狠狠贯穿了自己的大腿 可下一秒 洛伊德的同一位置 也瞬间出现伤口 原来这个大姐姐 能与映照在眼眸中的人共享伤害 是伤的受阻者 大家轮流自我介绍完 想让洛伊德感到恐惧 结果洛伊德随手一抹 腿上的伤就彻底消失了 连带着大姐姐的伤 也跟着一起消失 洛伊德愈发兴奋 用魔力幻化出双刀 看到洛伊德摆出箭矢的架势 光头老一瞬间 仿佛从他身上看到了 另一位箭矢的身影 就是那个银色箭机 话还没说完 洛伊德就飞神冲了上来 第一个被击落在地的 是绿毛哥 紧接着 光头老和鸟面男双重包围 鸟面男又严铃释放火焰 洛伊德立刻躲开 火焰拳打在了光头老身上 飞出去的光头老 还误伤了粉毛大姐姐 最后 鸟面男也被两箭打垮 光头老还想再上来 结果他的粘夜丝 粘上了大姐姐 用力一扯 把人家的衣服都给扯烂了 洛伊德也是一点都不怜想惜语 一箭就把人甩飞 撞到了柱子上 他自己的身体 也出现了同样的扭曲 下一秒 被光头老的双手拽住 洛伊德直接撒手 放弃两把箭 转身一拳 把光头老轰飞 最后只剩下了小莲 小莲的毒素一旦释放 在场的人都会遭殃 洛伊德这才明白过来 他们都是无法控制自己的能力的受阻者 于是出手 又打了光头老一巴掌 可这次 光头老不仅没事 反而连魔力都没在失控了 而他的背后 出现了一个骤印 这是洛伊德刚刚为他刻下的术式 能让外流的魔力在体内循环 帮助光头老操控魔力 光头老感激涕零 其他人自然也有这个待遇 大家都恢复正常了 这一下 小莲也能穿他最喜欢的小裙子了 之前为了毒素不外露 他只能把自己 抹得严严实实 嘴上说着不愿意的小莲 根本就没坚持多久 而其他人 已经沦为了洛伊德的奴隶 不仅端久上菜 心灵手巧的鸟面格 还给他做了件衣服 大家一起办了欢迎会 在欢迎会上 光头老说出了他们的故事 一上来就直接追溯到了 他们暗杀者公会的起源 以及首领 一听到首领是拥有 空间转移能力的受阻者 洛伊德立马正色起来 对于受阻者 他还是很感兴趣的 这位就是名叫杰德的首领 也是他将大家聚集了起来 但是因为能力的失控 他的空间转移 会自动将本人 转移到各种各样的地方 杰德却并没有自怨自艾 反而每去一个地方 就给大家带纪念品 还给他们每人搞了个印章 作为受阻联盟 暗杀者公会的徽章 以后他们就承接 冒险者公会 没空处理的非法案件 失床后 将徽章留在现场 让冒险者公会 知道他们的存在 有利于维持这个世界的平稳 这样 他们早晚有一天 能够走出这个地窖 在阳光下 堂堂正正的活下去 就这样 他们暗杀者公会 逐渐闯出了名堂 眼看梦想有希望实现 却突然受到了 罗德斯特领主 正在为战争 进行准备的情报 就在光头老正 讲着故事的时候 一封信 突然凭空出现在了桌子上 信封上盖着 他们公会徽章的火漆 不知过了多久 西路法终于骑着大白 寻着洛伊德的气味赶来了 但地窖 已经人去楼空 好像洛伊德还知道 给他们留个信 上面写着 我要和暗杀者公会的大家 一起去罗德斯特领主宅邸 八皇子端背的手 微微颤抖 他们与罗德斯特的战争 一触即发 在这个节骨眼上 洛伊德居然和暗杀者公会 一起去了那里 但忍不住阴谋论起来 肯定是那两拨人合伙 把他的好弟弟给绑架了 而且现场还留下了 遍布粘夜的 洛伊德的衣服和胖子 他嬉皮嫩弱的小男娘弟弟 居然被扒光了 这下 连四皇子都没有办法 再安慰二哥了 二皇子眼冒红光 一拍桌子 出击 另一边 洛伊德他们在收到信之后 光头佬打开看了一下 是杰德传来的 说他已经打倒了 准备发动战争的 罗德斯特的支配者 自己当上了领主 希望大家能成为他的领名 光头佬喜机而起 洛伊德却露出了 意味深长的笑容 在小莲邀请他 和他们一起去的时候 也是毫不犹豫同意 但他先提醒众人 这封信 是完美对准坐标空间转移过来的 而空间转移 至今无人能解读 也就是说 杰德已经能够操控自己的能力了 那他为什么一直不告诉他们呢 洛伊德现在对这个杰德 极为感兴趣 更何况真有什么危险的话 他也一定会保护大家的 就这样 众人一起往杰德家的领地飞去 结果飞到附近的森林时 那群人就不行了 洛伊德只能带着他们 停下来休息一下 小莲为了在洛伊德面前正表现 立刻跑进森林 要给他们找点吃的 其实这些人里小莲是最喜欢杰德的 小莲因为身上会自动散发毒素 从小就被抛弃 没想到杰德把他捡了回来 还抱着他又轻又蹭 夸他身上散发着花香 虽然下一秒就中毒倒下了 可这却是小莲出生后 感受到的第一份善意 其他人也都很快接纳了他 帮他制作能抑制毒素的衣服 杰德还送了他一个发卡 大家就像一家人一样 生活在地窖里 听完这些人的描述 洛伊德对这个杰德愈发感兴趣 其实在不久之前 杰德特别高兴地告诉他们 冒险者工会已经开始考虑 要撤销他们的通缉令了 大家都很开心 杰德看上去却有些为难 事已至此 不得不坦露自己的真实身份 他是罗德斯特领主家的三男 是为了利用他们 才接近他们的贵族 因为罗德斯特 现在正受到他那些 像恶魔般的家人们支配 他们企图发动战争 而杰德想要阻止他们 所以他需要力量和同伴 这才看上了这些受阻者 结果说完之后 大家没一个惊讶的 毕竟他们也都是有故事的人 不管杰德带着怎样的企图 他都是为他们带来 希望之光的太阳 听到家人们这么为自己着想 杰德反而不想让他们帮忙了 他想自己回去做个了断 这样后面一旦被拔出来 也跟其他人无关 大家还是能继续生活在阳光之下 就这样 杰德离开了大家 并且和他们约定 如果自己成功成为 罗德斯特的领主 那大家就来做他的领名 现在杰德半岛了 大家自然要前来赴约 而洛伊德已经趴在 光头老的背上睡着了 小莲担心杰德会被那些恶魔家人控制 觉得还是把洛伊德丢在这里 他们先去探探路再说 没想到宅底里正在准备宴会 肯定是为了迎接他们吧 果不其然 宅底里的人一发现他们 就立刻把几个人迎了进去 很快杰德也走了出来 虽然换上了华丽的衣服 却还是跟之前的杰德一模一样 而且他告诉大家 自己现在已经能操控能力了 只能这才放下心来 一起感动得喜极而泣 古丽木瓦见证 也放心了 准备离开 然而下一秒 他说了一句跪下吧 众人的身体就像有千斤重一样 不得不跪下 可是明明是红毛的昼眼技能 其他人的脸上 表情也开始扭曲起来 呱唧呱唧为杰德的表演而鼓掌 杰德大手一挥 让他们挑选受阻者的肉体 此时还没来得及离开的古丽木瓦 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 立刻放了个螺旋钻过来 让大家快带着洛伊德一起逃跑 就被杰德一脚踹飞 刚好坠落在了洛伊德身边 把小男娘给吵醒了 此时的小连他们还不明白是怎么一回事 面前的这些人很明显不是人类 果不其然 他们的身体中钻出了一团团的黑雾 见多识广的光头老看出来了 这是那些哪怕只剩下精神体 也能存活的家伙 可以寄生 也可以夺取肉体 杰德笑着说 这都是他从魔界带来的魔人 他偷一从大海的另一边过来 就是为了夺取这个拥有空间转移技能的杰德的肉体 冒牌杰德开始了浮夸的表演 而真正的杰德已经被他折磨至死 他得意的跟几人分享着 自己这几个月是怎么残忍折磨杰德的精神 直到彻底摧毁他的心灵 小连弄不可遏 话还没说完 就被冒牌杰德一巴掌打飞 那枚发卡也掉在了地上 几人的心中全都充斥着愤怒 可他们的身体怎么都动不了 听到杰德最终选择自杀 来和冒牌货同归于尽 自杀前 脑海中浮现的全是和大家的美好回忆 冒牌货也没有阻止他 而是在他死前将伤口完全再生 之后 尝试各种各样的死法 这样的行为却只是加速了他精神的终结 最后彻底消失在了这个世界上 小连一记气不成声 那些魔人还在催促冒牌货 赶紧把肉体给他们 杰德一脚踩碎小连的发卡 把人拎起来告诉恶魔们 这家伙曾用自己的毒杀死的父母 你们可得小心点 就在这时 他注意到了几人身上的咒印 杰德的记忆里可没有这玩意儿 他命令小连说出咒印的用途 小连却死死闭嘴 无声反抗着咒印 就在他快要撑不下去的时候 漫天光芒忽然降落 紧接着就是已经超微魔法 等光芒散去后 光头老他们已经被洛伊德的结界保护了起来 最强大魔法师洛伊德堂堂登场 天空一声巨响 小男娘闪亮登场 小连看到洛伊德就仿佛看到了救世主 哭着说起了杰德的事情 洛伊德就只是捧起了他的脸 刚刚小连本打算咬蛇自尽的 洛伊德帮他治愈之后 让他们快逃 剩下的事情交给自己就行 而古力莫把已经进入了洛伊德的身体 光头老是最有理智的 知道他们留在这里也是累赘 捞起小连一边跑一边提醒洛伊德 附近还有大量魔人在四处徘徊 还有那个贾杰德的实力太过深不可测 洛伊德一定要小心 贾杰德一看目标跑了 立刻让那群不成器的魔人赶紧追 可惜洛伊德怎么可能让他们得逞 轻描淡写一个超位魔法 就将那群魔人全给吐吐了 两个留下来的魔人恼羞成怒 冲上去对洛伊德左右夹击 洛伊德的目光却只在冒牌杰德身上 对方只说了句死吧 严林就化作一条龙攻向洛伊德 甚至直接穿过了结界 洛伊德大脑飞速运转 这咋回事啊 等等 他刚刚是不是说了句死吧 那要是中了这发攻击会怎样 当然是选择避开啊 于是他急速下坠 攻击射向了身后的魔人 同时洛伊德展开鉴定魔法进行分析 原来一旦中招 连里头的魔人也会一起当场避命 此因是心脏停止 古丁莫瓦听不下去了 既然知道了就快点逃跑啊 那个冒牌吉德的攻击并不是透过术士 而是将魔力直接当作现象所引发的招式 这要说起来的话 跟鸟面男的骤颜差不多 当然威力是截然不同的 借由术士显现于世界的东西 能透过魔力的防护壁阻挡 利用魔力进行的直接攻击 则不受此限制 如果将魔力比作水 那么防护壁就是竹篓 根本挡不住 之前怕足足是因为魔力不算多 靠洛伊德潜在的魔力就能全部抵消 这个冒牌吉德就不同了 洛伊德对他期待很大 说不定这家伙能碰到他的心脏呢 古丁莫瓦解释 他们魔人也是分等级的 下面那群小喽喽就是十级以下 怕足足大概是八级 而他古丁莫瓦有三级呢 冒牌吉德大概率是在金字塔之上的存在 是魔界的王公贵族魔族 跟魔族比起来 魔人就是蝼蚁 所以古丁莫瓦才会一直劝洛伊德快逃 结果洛伊德反而又飞上去了 冒牌吉德问他是谁 洛伊德谦虚的回答 不过是个王子罢了 排行老西 冒牌或者隐隐约约在原吉德的记忆里 看到有这么个人并没有放在心上 两人即将为了那几个受阻者大打出手 同时摆出了战斗架势 朝对方吼道 你可要让我找点乐子呀 古丁莫瓦却很慌张 只想逃跑 这次的对手跟之前那些小喽喽截然不同 那些家伙虽然也是魔人 如果把他们比作鱼 魔力比作水的话 罗伊德就是用力道非常猛的水 直接把他们冲死 但冒牌吉德是截然不同的存在 魔法的压力对他来说 连小波浪都算不少 他是盘踞在光都照不到的 遥远深海中的大怪物啊 大怪物随手弹出了一小片魔力 就能差点击碎洛伊德的结界 得亏洛伊德多开了几层 但冒牌吉德转手就亮出这么多魔力片 如漫天长枪一般追着洛伊德跑 即便是洛伊德 也只能带着结界四处躲避 可他忘了 这家伙还会空间转移呢 瞬间就出在他身后 然后一脚将结界踹碎 碎了一个脚的结界直坠下去 而下方是早已等不及的魔力长枪 冒牌吉德将他们拧成螺旋键 眼看要捅过来了 洛伊德赶紧吟唱咒语 从水里薅上来个箭筑 倒下了这一击 目睹的这一幕的光头佬很是尴尬 这究竟是怎样的战斗啊 旁边的魔人也很感慨 两人四目相对 气氛突然有些尴尬起来 光头佬赶紧问绿毛哥 成文啥时候开 绿毛哥此时正艰难爬墙 总算从上面的窗户口钻了进去 小林子一直担忧洛伊德的情况 洛伊德这会儿的确不太好 狐狸墨王已经吓得哇哇哭了 好在刚刚那么多攻击 也没有击中他本体 他依旧毫发无伤 只有在看到他的空间转移魔法时 才脸色大变 冒拍杰德对这个结果很不满意 他已经将空间转移魔法 认定是自己的了 毕竟只有他才能驾驭这份力量 不用什么复杂的术实 靠直觉就有办法理解 就像鸟儿不用骄也能飞翔 而受阻者就是不知道如何飞翔 却天生拥有翅膀的可悲人类 杰德的翅膀更是无比巨大 反正那么受阻者在人类中也是受骑士 不如乖乖献上肉体 成为他们魔人的食粮 说完后 冒拍杰德的身后出现了魔力长枪汇聚成的翅膀 下一秒 长枪悉数贯穿了洛伊德的身体 另一边 魔人们也朝受阻者冲了过去 光头老一马当仙 用粘液定住了魔人 红毛哥紧随其后发出炎铃 下沉吧 魔人就老实多了 接下来就看绿毛哥的了 一番努力后终于打开了城门 结果那群魔人 居然这么快就挣脱了粘液和骤炎的联合攻击 关键时刻 本毛大姐姐站了出来 直接与敌方全体共享自残 毫不犹豫地朝自己腿上划了一刀 每个魔人身上都出现了同样的伤口 摔趴在地 大姐姐让其他人赶紧跑 别再进入自己的视线中 而魔人又有恐怖的再生能力 这点伤很快就愈合了 于是大姐姐又毫不留情地捅了自己的脚 小莲不想抛弃同伴 可这种时候 留下来只会给粉毛大姐姐增加负担 连同绿毛哥一起关到了城外 由他来和粉毛大姐姐并肩作战就够了 光头老让粉毛使出他的超级必杀技 魔人一听就慌了 看到粉毛又举起了剑 魔人们一拥而上想要阻止他 光头老立刻释放粘液 把他们全部粘住 接下来粉毛会告诉他们 身为恶民昭彰的存在 身为受阻者和暗杀者 他们是抱着多大的决心 一路活过来的 竭得他 又是抱着多沉重的心情 不断尝试自杀的 小莲已经不忍心看下去了 明明大家只差一点 就能活在阳光下了 为什么会这样呢 他大喊着想要阻止粉毛 可粉毛已经对自己 使出了超级必杀技 白伤 死 冒牌吉德听着他们的话 只觉得可笑 他马上就会让他们知道 蝼蚁连求生求死的自由都没有 结果他刚准备动手 被长枪贯穿的洛伊德 就变成了一堆碎石头 下一秒 真正的洛伊德出现在他面前 挥刀砍了过去 可惜冒牌吉德会瞬移 不过他倒是兴奋了起来 看来战斗 现在才刚开始呢 然而洛伊德却说 现在的情况有点棘手 问冒牌吉德 能不能先换个地方 要问为什么 他的女仆和哥哥姐姐们 全来了呀 而且还带着军队 二皇子长剪一挥 冲来就救出我的欧豆豆 这个世界最恐怖的事情就是 比你有天赋的人 还比你努力 记录法在剑术上的造诣 已真化劲 就因为上次在战斗中 输给了魔人帕足足 回来就加倍练习 一刀就把稻草堆砍成了风火轮 现在的问题是 只要他认真挥砍 剑就会砍弯 西路法只能压抑住力量 想到那个魔人的身体 比草卷还要坚硬 要将魔人一刀两断 果然还是有点困难 时间回到现在 二王子和西路法率领 大批士兵出现在城门口 等人怒气冲冲 冲破城门 小林还没来得及 为援军赶来而高兴 就被那俩人给瞪了两眼 结果 最后反而是他们几个 要先被处置 西路法觉得 肯定是这群暗杀者工会的成员 跟那个家族沆泻一气 绑架了他们的洛伊德大人 小林刚想说出实情 说洛伊德正在跟魔人老大战斗 就被绿毛哥捂上了嘴 之前洛伊德特意交代过他们 不能把他的实力 和古力摩瓦的存在 暴露给其他人 所以小林只能扯谎 说洛伊德正在和超废小罗罗战斗 其他人也附和着 超废的哦 西路法自然不信他们的话 直接挥刀 却没先砍一个再说 众人就觉得 二皇子这个温柔王子 肯定会相信他们的话 结果二皇子来了一句 从小孩开始 太那个了 还是从大人开始那个吧 接着又套出了 洛伊德的小胖子 问他们 为什么这玩意儿 会出现在他们所在的地窖里 光头老赶紧出来解释 那是因为被自己的年夜弄脏了 才放在那里晾干了而已 西路法和二皇子双双实话 被年夜弄脏 你在说什么啊 最后还是小林站出来 动之以情小之一里 表示城堡里那群家伙 把他们重要的家人夺走了 洛伊德才会为了他们而战 事后 不管是西路法想要惩罚他 还是杀了他都可以 只是现在 能不能先选择相信他 接着就是一阵沉默 就在这一时 一个魔人居然冲了上来 还好关键时刻 六公主骑着小白马 一口咬住了那个魔人 六公主觉得 小林说的是实话 因为小白马 没有从他身上感受到恶意 二皇子也只能暂时相信这群人 先把面前这群魔人解决了再说 又让实力最强的西路法 去支援洛伊德 可惜空中那两位 不希望有外人插手 他们之间的战斗 冒牌杰德直接把桥给断了 然后漫天红枪就攻向了洛伊德 洛伊德在空中躲来躲去 同时默默准备着自己的计划 下方的二皇子则率领士兵们 不断向魔人甩出火焰魔法攻击 虽然能造成一些伤害 可这些魔人的恢复能力也太强了 二皇子还顾忌着魔人占据的身体 如果直接毁掉的话 那些被占据了身体的人 想必也活不了了 哪怕连四皇子这样的火力 也无法直接将魔人烧死 而士兵们使用的那些魔剑 会吞噬他们的魔力 这样下去 在耗尽魔人的体力之前 士兵的魔力就先会用光的 而且更擅长近战的西路法和六公主 也无法靠近 这时二皇子突然注意到 西路法不见了 发现他正骑着大白 让大白越过断桥 跳到对面去 这可真是太为难人家了 但大白怀着对主人的思念 居然真的直接跳了过去 可惜跳到一半就直接摔落水中 西路法便打算自己跳过去 没想到一个小矮子魔人居然搞偷袭 两人的动作全都跨到看不清 小矮子魔人有些自豪的表示 其他魔人都只是十级而已 自己可是有八级呢 而且他还是魔界最强流派 天魔一刀流的高手 西路法也是这时候才知道 魔人还有等级之分 也不知道怕足足有多少急 不过他也要先给小矮子魔人一个忠告 你的头上点着一坨大便哦 另一边 二皇子正在思考该怎么办的时候 一只魔人突然搞背后偷袭 然而还没等二皇子拔刀 魔人的头却被绿毛哥给拧了下来 绿毛哥和二皇子互相吹捧了一番 然后告诉二皇子 虽然他们做的是见不得人的工作 但他们从来没有侵蚀过生命 以及那些被魔人占领躯体的家伙 其实已经死去了 所以没有必要手下留情 二皇子接受了绿毛哥的忠告 亲自出手放了个超位魔法 一大群魔人瞬间被熊熊燃烧的烈火吞噬 而二皇子却差点虚脱 被四皇子及时搂住 二皇子对着士兵们下命令 千万别放过那群侵略者 与此同时 希露法和小矮子魔人 也展开了激烈的剑术对决 小矮子占着身体优势 在空中转得跟风火轮一样 被希露法挡开后 又立刻甩出无数锋刃 这就是天魔一刀流夜行 然而那些锋刃被希露法尽数斩碎 两人同时出招 一边是天魔一刀流 一边是兰格里斯流 两道身影在空中纵横交错 它们身后还具象化出了神兽 巨狼和大天狗也不分伯仲 光是灰剑产生的飓风 就让粉毛大姐姐它们 有些受不住了 数招之后 两人的额头都中了一剑 可魔人拥有恐怖的再生能力 这点小伤口 瞬间就恢复了 而且它们还能超越人体的极限 并加以控制 所以看起来不分伯仲 实际上是魔人占上风 现在这个魔人 又看上了希露法的肉体 等它把希露法的肉体夺过来 还能顺便把兰格里斯流剑术 拿来拥有 就像现在这样 薛艾兹魔人直接改了惯用手 周身的气势都变了 而它使出的 却不是天魔一刀流 而是罗德斯特流拔剑术 在拔剑的那一瞬间 攻击也随之而至 幸好希露法闪得快 薛艾兹却对这具身体的 原主人出言嘲讽 光看这只手就知道 原主人为了磨练剑术 付出了怎样的辛劳 可惜不管经历过再多事情 那些记忆和肉体也全都变成 他们魔人的了 对于魔人来说 人类就像是衣服一样 现在他们就想把希露法穿在身上 直到把它穿成破布为止 毕竟谁在乎蝼蚁 有过怎样的一生呢 希露法是真的被这人给激怒了 直接一跃而起 从天而降 居然使出了小矮子 刚刚使用过的大天狗 把魔人脚下的地面 钻出了个大坑 希露法面无表情 表示自己只是有样学样罢了 然后露出嘲讽的表情 如果不侵占蝼蚁的肉体 连个招式都偷学不了吗 爽的观战的光头老 他们知乎大截头 这时 大白也从水里爬上来了 希露法在他毛茸茸的毛里摸来摸去 终于拿出了洛伊德 亲自为他断的那把剑 人类借由积累钻研所达到的境界 就让你见识一下吧 原来那天 希露法正在烦恼剑容易砍坏的时候 洛伊德就抱着一把剑过来找他了 这是他和四哥一起锻造的 里面并没有编入什么华丽的魔法 而是彻底追求强度和柔软性 这样面对希露法的权力挥砍也能承受住 哪怕是对着魔人也能照看不悟 希露法大为感激 望洛伊德为什么会锻造出这样一把剑 洛伊德一句话就俘获了女仆的芳心 回答 因为每次看到希露法挥剑时 感觉他总是有所保留 所以才想着 他是不是因为顾虑到剑 才无法拿出真本似的 自家的小主人这么贴心 希露法直接给了小男娘一个抱抱 还用自己和洛伊德的名字为这把剑命名 而现在他要用这把剑一血前耻 魔人听完之后哈哈大笑 笑死 你们的未来早已经注定了 这个国家的结局 就是被我们的息息而毁灭 而且这个计划 本来就是将杰德引出来的用耳 他们在夺走这里人们的肉体 并在瞬间大肆散播将发动战争的消息后 杰德就真的上钩 回到了城堡 小莲他们听到后恨得咬牙切齿 小莲更是想直接对着那家伙规拳 被希露法一记手刀给拦住了 不用担心 那样的未来是不会发生的 接着攻起身准备拔刀 对面的魔人也已经挥剑而来 希露法只是迅速拔刀 又瞬间收回 下一秒 魔人的身体就被一剑切开 落在地上 黄喷鲜血 而希露法已经用丝带将剑裹好 没错 这才是他真正的实力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